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韩国国土交通省12月底正式宣布,将龙人半导体集群指定为国家产业园区,并计划加快建设这个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园区。 目标是在2030年前实现第一座晶圆厂顺利进行首次营运,并及时完善道路、水和电力等基础设施。 另外,三星电子在龙人市三星电子七星园区,举行了成功推进龙人半导体集群国家产业园区,指定实施协议的签署仪式。 其实,早在1月中旬,韩国产业部和科学部就公布了一项半导体产业的推动计划,将由三星电子和SK海力市共同投资622兆韩元,折合4705亿美元。 计划到2047年,在首尔南部建立全球最大半导体产业集群。 该超级集群将囊括经济到南部的多个工业园区。 总面积将达到2100万平方米,预计投资将创造346万个工作岗位。 韩国政府计划在板桥建立无晶圆厂产业专属区,在华城、龙人、力川、平泽等地建立晶圆厂和记忆体晶片生产设施,在安城建设半导体材料、零部件、装备产业园区,在汽星和水源建设半导体研究开发设施。 目前,这些地区已经拥有21家制造工厂,根据该计划,到2047年将新增16家工厂,其中包括3家研究设施。 最新确定的龙人半导体国家产业园区将是一个大型国家战略专案,也是韩国建立全球最大半导体产业集群的一部分。 龙人半导体国家产业园区占地728万平方米,将拥有多个大型晶圆厂和三个发电厂,三星电子、SK海力市将作为主导厂商,此外还有60多家细分的半导体产业链公司。 根据三星电子的规划,其将在龙人市投资360兆韩元新建6个晶圆厂,在首尔南部的平泽投资120兆韩元新建3个系统和晶片厂,在七星投资20兆韩元建3个记忆体晶片研发工厂,总的投资额高达500兆韩元,折合3782亿美元。 根据SK海力市的规划,其将在龙人投资122兆韩元,约合923亿美元新建4座晶圆厂,生产记忆体晶片,HBM、TEAM和其他尖端晶片。 新的晶圆厂将于2025年3月正式破土动工,预计将在2027年完工,整个园区的建设工程则预计将在2046年全面军工。 SK海力市还会在园区建造大量的配套支援设施,比如废水处理厂、资源回收厂等。 预计到2030年,该地区预计将达到每月770万片晶圆的生产能力。 基于此,韩国在全球非记忆体晶片市场的占有率也将从目前的3%大幅上升到10%。 为了应对2030年代初期的需求,龙人国立工业园区将首先由东西电力、南方电力和西部电力建设一座容量为1G瓦的LNG发电厂,供应约3G瓦的电力。 第二阶段将建设一条连接湖南地区和龙人集群的输电线路,并通过长距离输电网路确保7G瓦,最终到2053年实现超过10G瓦的电力供应。 公网输电线路从湖南和东海沿岸输送大量电力,由CAPCO支付费用。 关于工业园区从公共网路到集群和变电站的输电线路建设,在国家工业园区一期和二期的2.4兆韩元专案总成本中,政府将分摊约7000亿韩元,约30%。 私营部门将分摊约1.7兆韩元,约70%。 在供水方面,预计龙人国家工业园区和一般工业园区每天将需要约133万公吨工业用水。 然而,目前,作为韩国首都圈主要水源的中州江大坝和昭阳江大坝不足。 因此,韩国政府、韩国水资源公社和企业通过确保向现有工业园区供应污水再利用水, 并通过使用水发电来确保替代水源,解决了水源不足的问题。 综合供水专案于2023年10月或豁免初步可行性研究, 并计划明年实施基础及详细设计服务等后续程序, 以促进2031年起的及时供水。 此外,龙人半导体国家产业园区还计划建造16000个单元,228万平方米, 以支援为工业园区的工人提供稳定的住房, 并在2030年第一座晶圆厂投入运行时首次开始入住。 为了应对因工业园区建设而增加的交通需求, 贯穿工业园区的45号国道搬迁扩建专案计划于2030年通车, 并将在工业园区周围建设网格型高速公路网络。 此次公布的专项补助金计划任务全部可以在不修改法律的情况下进行。 韩国国土交通部长官朴向宇表示, 龙人半导体国家产业园区的提前指定是相关机构密切合作后取得的宝贵成果。 他还补充说,他们计划尽一切努力在未来打造半导体集群的核心基地 和韩国地标性产业园区。 与此同时,据韩国媒体报道, 三星电子预期将全面整顿其先进半导体封装供应链, 针对材料、零组件和设备从头开始重新审视, 以加强技术竞争力。 从开发阶段到采购阶段都将全面改变, 预期将对国内外半导体业带来重大影响。 三星首先将设备作为目标, 无论现有交易关系或合作与否, 都将以效能为最优先标准进行选择。 据悉,按照这一方针, 甚至出现了退还以购买设备的情况。 虽然三星为了构建封装生产线已经购买了设备, 但根据重新审视的方针, 正在重新检查设备。 多位知情业内人士表示, 据其了解,他们甚至在考虑退回部分设备。 因此,正在重新从零考察, 最终的方向是推动供应链多元化, 包括更换现有的供应链。 同时,三星在半导体设备开发和采购策略也出现变化。 三星电子一直在实施联合开发计划, Joint Development Program, 简称JDP的方案来开发下一代产品。 该计划三星电子规划, 其合作伙伴公司会宣布参与异象, 三星最终挑选一家供应商, 共同推动产品商业化。 JDP仅从评估后选定的一家公司购买设备。 不过,据悉三星认为, 这种一对一的开发方式存在局限性, 正在为一对多的开发做准备。 另一位业内人士表示, 三星电子正在准备选定多个JDP对象进行推进的方案, 预计最早从明年开始实施。 随着半导体技术的高度化和复杂化, 寻找前所未有的技术和最尖端设备变得非常困难。 单一企业的合作存在局限, 因此需要进行变革。 简而言之, 三星是要摆脱封闭模式, 因此现有设备供应商的竞争对手也有机会向三星供应设备, 竞争对手的合作公司也能尝试与三星进行技术开发。 也就是说, 现有的采购和供应环境将完全改变。 报道还指出, 三星电子的这些举措是因为提升先进封装竞争力, 拓散眉睫。 高频宽记忆体HBM是通过堆叠多层DRAM, 以及HBM还需要与绘图处理单元GPU联动, 能够处理大量资料。 其中的关键技术都是先进封装。 如果未来先进封装供应链重组取得成果, 扩展到整个工艺流程的可能性也很大。 业界相关人士表示, 整个工艺领域尚未正式进入供应链重新审视阶段, 主要是因为目前更集中于技术高度化技术迁移等工艺转换, 新设备引入不多。 预计在未来的新投资正式化之前, 整个工艺流程也可能进行类似的供应链再检查。 业内人士还透露, 三星电子近期开始着手重组其尖端封装供应链, 旨在通过检查现有供应链并构建新的供应链来增强封装竞争力。 三星电子认为, 要恢复人工智慧、AI时代、半导体竞争力、封装至关重要, 因此从最初的起点、材料、零组件和设备开始重新审视和准备。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